剛入行時期望很高 一進入訓練班就覺得自己一定是天王巨星 當然畢業出來就不一樣 跟臨時演員差不多 導演叫你睡覺就睡覺 沒有對話 第三、四年那段時間就最灰燃 因為角色的質素沒有改變 還是有時死屍、路人甲 好啊好在... 比起頭三年好啊好在間中會有一場戲是有些對白的 這樣就會好過一點 即是離開了一個戰場 你沒有機會再贏或者輸 即是輸了 你已經是一個逃兵 你已經輸了 沒有機會再贏了 那你如果沒有離開戰場 你可能最初你輸 後來有機會反勝呢 我是這樣的心態 還有沒有一個自己覺得 有代表性的角色在我生命中出現 我又覺得不奮起 所以就沒有走到 沒有走到 還有要反而享受一些沒有角色 村民、死屍等各種角色 你享受了之後就會容易過一點 還有旁邊的人會看到你是投入了 當製作的人覺得你投入了之後 他們更加願意給你更多好的角色 進入了外回家之後 有個馬強這個聖人的角色 即是他沒有什麼缺點 其實不是我 馬強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他這個人 還是太好人 的確拍了幾年之後 這個角色入了觀眾的腦 我都需要有一段時間去洗甩 是否都會花時間去洗甩 其實都會擔心過 要死還是要贏 靠其他角色去洗甩 馬強的心裡現在越來越模糊 不停有些新角色入來 我會想其他角色 太多年了 就算是男主 對於我的喜 歡 歡欣的衝擊都不大 我心情已經很平淡 現在我就有角色 我就想做好的角色 位置上 因為我可能這麼多年來 這方面我控制不到 你明白嗎 我控制不到是男己那件事 我變成我控制到的 我現在放得很淡 他對我很有信心 他說你一定會有成績 他相信我會有成績 他在我最沒什麼成績的時間 他都相信我 覺得我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到自己有些能力的時候 我覺得是 他應該要有這件事 他投資正確 他投資是正確的 他相信我可以買到一個潛力股之類 那些牌息 他應該比我多買得到 我一定會給你 有多部分 我真的依然 我會得到 他也不買 我會感動 你再給你